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带着两位教授所提供的史料 邀请他们到立法院旁听了我向行政院长林全提出的转型正义总咨询 当时我问林全院长转型正义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执政团队是站在殖民者的位置 还是站在被殖民者的位置 转型正义不能沦为转盘正义 不能够只有轮盘转到你家的才是正义 我的咨询影片后来在网路间流传开来 无数人点阅 许多人按赞 大家都夸我学问好 其实我愧不敢当 这一切都是我跟徐教授 副教授请教 讨论以后以简单的方式归纳出来的 另外一次受到网友关注的有关日本殖民者加印1亿元台湾银行券收购粮食物资的咨询资料 也是徐教授还有副教授提供史料佐证完成的 我用这个历史的事实责问当时的促转会主委黄黄雄先生 执政党公然的将原住民在日据时期所遭受的不公不义对待 排除在促转条例之外 这公平吗 正义吗 显然 政党轮替的政权转型 但不正义仍在词讯当中 许教授常常向我感叹 从来殖民者都是受到被殖民者严厉的批判 不管他们在殖民地有什么样的建设 他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的掠夺殖民地的资源 并不是为当地的人民谋福利 但是我们台湾的台独派却是事件上少见的例外 他们根本忘了殖民者在台湾做了多少的坏事 只记得日本殖民者在台湾所做的 有利于他们的自以为是的好事 明明是恶贯满盈的日本帝国主义 在台独派的眼中竟然变成了仁慈 又照顾台湾人民的殖民者 徐教授说他们的心肝不知道生在哪里 几瓦斯啊台湾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天理了 我对你既往甚深 你要把歪曲的历史翻转回来 今年我在立法院努力推动实现的原住民进法补偿 政策的背后是有一段历史背景论述的 这段史料得到了傅老师的帮助 才能够让我有利有据的执询了好几届的行政院长 最终得到了弱势 徐教授和傅教授多年来秉持的学术良心的研究成果 对台湾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诉求提供了论述的基础 他们对日本殖民政策的研究还有梳理 让我们这些后学者理解 我们原住民族被打压还有边缘化的现况 是有着历史原因的 作为一个努力向他们两位老师学习的学生 我忠心的认为 徐教授还有傅老师的学术成就 应该成为台湾原住民族解放运动两面正义的旗帜 谢谢两位老师 也祝愿你们身体健康 我是台湾原住民族的作者 徐教授 我很感谢高津书们 才在我这本书的开头 提我写 讲几句话 高津书们是我在台湾里面最推崇的 人住民的立法委员 代表台湾的人住民 我在这本书 本来要强调 高津书们的角色 他的角色是补破王 补什么破王 台湾的国民党和民进党恶斗 欧洲的裂痕 高津书们是一个补破王 第二个补破王是 台湾跟中国大陆 因为资政的民进党 要借美国反对中国 所以关系也破裂 会补破王的 只有高津书们 第三个 高津书们是 台湾的原住民 跟全世界的原住民 听众的地位对谈 开发世界上 民主平等的 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非常追踪 高津书们 谢谢 各位你好 我是在台湾 快五十年 这个五十年当中 我做很多很多个研究 其中 重要的还是 台湾原住民的研究 我在一生当中 认识台湾原住民 这个议题 是非常非常 难得 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经验 我的人生 因此而走直线 那我 认识 高津书们 他是在我所有的学生当中 他是最好的一个 他好在哪里 他愿意学习 愿意思考 愿意实现 而为原住民 谋求很大的利益 而奋斗 他不惜任何的代价 他愿意 为原住民牺牲 因为因此 很多人愿意帮忙 扶持他 包括我在内 我是在所有的支持 高津书媒的 很多人当中的 其中的一个 那我的角色 是一个学术 那学术是 凭着良心做的 我是希望 台湾的原住民 有一个 真正的政治人物 因为 政治 从政的人多 可是称得上 政治人物 没有几个 我们正在创造 高津书媒为 代表台湾的 政治人物 而可以傲人的 一个政治人物 政治不是开玩笑 政治不是 随便的 是 一步一步的 累积经验 高津书媒在 在立法院 把他当作自己学校 然后认真地 念书 认真地问证 认真地去 探究 也请教我们 这些学者 所以 他的成长 也算是我们的成长 台湾社会的成长 他是我们 台湾的 所有的人的一种 希望 希望在哪里 他是成为 真正的 为人民服务的 政治人物 这就是 我的梦 也是大家的梦 也是我们的未来 人房子 江桥 就是 我们的 人房子 在那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